Oriah Jungle Oriah Jungle 特朗普刚刚宣布退出伊核协议,伊朗、以色列就开打了。 今天凌晨,以色列军方称,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队,向以色列控制的哥兰高地,发射了20枚火箭弹,随后以色列展开反击,发射约20枚导弹,袭击伊朗再续军事设施,数十个伊朗再续军事目标被攻击。 此前向以色列军队开火的叙利亚防空系统,也遭到了攻击,以称伊朗军队向哥兰高地发射20枚火箭弹。 据以色列军方10号凌晨发布的消息称,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队,向以色列控制的哥兰高地,发射了20枚火箭弹,以色列军方拦截了其中部分火箭弹,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。 以色列军方称,此次火箭大袭击,对以色列阵地的破坏有限。 目前,伊朗方面为就以色列军方的这一消息作出回应,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曾表示,以色列将阻止伊朗在叙利亚,扩大针对以色列的军事势力。 回击,以色列发射约20枚导弹,袭击伊朗再续军事设施10日,以色列军方发布消息称,以军发射导弹攻击了数十个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目标,回应此前以方哥兰高地阵地遭受的火箭弹袭击。 这是近年来以色列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一,也是针对伊朗目标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。 当地时间10日午夜时分,以色列在其控制的叙利亚哥兰高地,进行了突袭行动,发射了约20枚导弹,数十个伊朗在叙军事目标被攻击。 此前向以色列军队开火的叙利亚防空系统也遭到了攻击。 据报道,在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中,被攻击的目标,距离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,包括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基斯沃地区的军事。 后期目标激情暴贬,大马士革国际机场的武器库等。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,这是数十年来,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最大的行动之一,有数架飞机,同时向50多个目标发动攻击。 一方还称,伊朗将需要很长时间来攻击。